第一批武漢回台包機247人 不但爆出名單爭議 更有1人是確診病例 使得第二批回台包機時間 迟迟難定案 我們當然很想救治大家 可是總是不能把自己的船弄成 都要達到滴水不漏 那我們才有辦法來照顧 我們進一步照顧在武漢的活人 心意在但是要量力而為 一屆也發起醫護人員 支持政府坚守防疫底線的連數 認為全台負壓隔離病床 只有1110床 隔離收容所也不足 希望政府篩選上機名單 只有台灣公民能上機 必須有本國防疫人員陪同 在飛機上做好防護 也不能無限制的包機回台 不過2009年 我國曾經以醫療包機的方式 派出兩架班機 把15位確診感染H1N1新型流感的學生 從韓國接回台灣 屬於商業模式的醫療包機 似乎也是可能選項之一 如果真的不確定 他到底有沒有染病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是會造成台灣醫療的 一個很大的恐慌 政府有能力應該要幫忙就要幫忙 政府要宅個窗口 我們跟誰對接 所以台灣我們不知道啊 不是有海機會跟海協會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 哎呀 語氣中充滿無奈 隨著疫情持續擴大 引發兩岸檯面下政治角力 讓滯留武漢的台商和旅客 回家變得好難